你觉得一个偶像跟一个纯粹的音乐人之间是就这俩概念一样了,区别是什么? 我觉得不耽误的,音乐人你可以让你继续做音乐啊,你也可以因为你的音乐做得好,你变成偶像,偶像你可以因为你的音乐做得好,你变成因为音乐人。 当我重新选择的话,我会不会走这条路,我应该会告诉你,因为我应该是没有走这条路,我觉得都差不多应该是跟这个音乐有相关的,因为我的所有的吸收到的现在才能啊,才华全都是在这个方向的,肯定还是会往着这个方向努力,至于能成为音乐人还是能成为偶像,这个就是我做我最好的努力,然后听天由命呗,你知道吗?就是我做我最好的努力。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说张艺兴运气好?这么多人,凭什么?你真的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努力吗?我相信在世界的某个角度,还不说世界,中国的某个角度一定要跟我一样,甚至比我更努力的人,对吧?他们为什么不能站在舞台上歌唱呢?为什么他们不能有这么,因为有这么多粉丝呢?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,你不觉得吗?但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,就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幸运,我得珍惜, 所以我就一直给自己不断的要求。你的发条拧得非常紧,嗯,你会一直这么紧,紧下去吗?你会考虑到哪天就彻底松掉,然后?彻底,彻底松掉,我就躺音乐了,那就可以彻底松掉了。难道不是吗?你没有想过退休?退休?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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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等我再做出一点,比较, 要,要人的成绩吧?我觉得现在还,不够,不足以让我的粉丝那么,嗯,骄傲为我。